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PS平台的动作游戏 小拉尔夫大冒险 昨天是攻略了前四关 今天是后面的四关 其实一般的游戏如果是这种分析方式是存在问题的 因为往往一款游戏如果是八关的话 那么前四关流程会很短 越到后面的关卡流程越长 但是本作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第六关还有第七关的流程比较短 最后一关仍然是很长的 这个地方我又走了一个隐藏的路线 隐藏路线难度甚至稍低一点 跳落石的话你只需要跳一侧的就可以了 有隐藏路线我尽量走一下 但就像上半期说的 不敢保证一定能够拿全所有的隐藏要素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呀 第二点就是隐藏路线的东西也不一定有多好 又是BOSS战 这个BOSS之前见过 他叫做维基 自称魔族的王子 本关出现他有了新的技能 能够发射冰冻的魔法 不过这个魔法可以反弹回去 反弹的操作还是蓄力攻击 本作蓄力攻击的发动时间要求的非常短 零点几秒就可以 打完之后进入了五关二 艾特纳山在游戏的世界里 是第一高山 相当于咱们的珠穆拉玛峰 一段强制的版面 这里的难度不算高 敌人要么是拿着飞行道具 要么就是拿着落石 如果把武器还有宠物加满的话 我们回刀一次 就是三次伤害 分别是平A 飞行道具 还有你的宠物的员户攻击 如果你按攻击键的时候 稍微蓄了一下力 再松手 那能够造成四次伤害 其中蓄力的时候是二倍伤害 利用这一点可以快速的打boss 这里出现了好多的幽灵 这个幽灵让我想起了 阶级平台的龙王战士 有一关的boss 就是一群的幽灵围着你 我记得之前还录制过 超人版的龙王战士 其中幽灵的boss 数量就比阶级版要少 这地方上方的冰锥 最好是跳起来把它砍碎 我看见这个冰锥 就想起了红白级平台的冒险岛 冒险岛的冰锥 你只能等它掉下来 但是本作当中 咱们可以去处理 还是尽早的消除隐患 我的生命数已经是快14个了 下方这个隐藏不是很好找 其实我在查询了攻略之后 查询了很多的隐藏路线之后 我就想了 第一个发现这个隐藏路线的人 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很多地方如果你不是掉到坑里 你是发现不了这种路线的 其实隐藏当中最主要的 还是收集红心 红心我也错过一些了 因为有的 他对于你的赶路时机 要求的特别严格 不能耽误时间啊 小boss战 忍者军团 这里的boss呢 尽量用跳跃下攻击打 跳跃下攻击造成的伤害 是普通攻击的三倍 比蓄力还要高 第五关的流程很长 进入到了第三个小关 马上就要boss战了 又是恢复成了成人的形态 又是格斗啊 格斗就是我的领域了 根本不会输啊 第五关的boss就是魔族将军 伴尔哥 在游戏开场的剧情里 就是伴尔哥把主人公 变成了小孩的形态 格斗的部分还是相对公平的 他遵循基本的2D格斗游戏的原则 各种出招的硬直连续技 双方都是一条血 最后一个生龙带走了boss 如果当年大家玩的是默认难度 那么游戏到此就结束了 流程只有五关 巴尔哥就是最终boss 在剧情上这样其实是说得通的 开场遇到的就是他 最后打倒的也是他 但是如果你开始游戏之前 在选项里 把简单难度调成了普通难度 那么后面就会多出来三关 第六关的开场 巴尔哥的残挡 跳上了一艘飞艇 这艘飞艇叫做女王二世 第六关应该是整个游戏当中流程最短的关卡 只有一个小关 小飞行器 前方马上就能见到飞艇 飞艇上有很多的炮台 这地方我又拿了一个宠物 宠物如果不挂的话是很难丢的 最容易丢的就是盾牌 被撞到一次就没了 有盾牌的时候 人工周围是有一个守护球的 也很直观 这里就是第六关的boss战 第六关的boss叫做贾格勒 他和巴尔哥没什么关系 因为巴尔哥的残挡 进入到了这个空域 boss贾格勒 他的身份是天空的守护人 具体来说 他守护的是浮游大陆 在游戏的世界里 浮游大陆曾经存在一个文明 这个文明的魔法和科技 都非常繁荣 但是由于不知名的原因 灭亡了 这个原因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能够猜到 所谓圣级必衰物级必反 浮游大陆上是有结界的 所以魔族被释放出来之后 就把浮游大陆当做了根据地 咱们第七关冒险的地图 就是浮游大陆 我感觉越到游戏的后期 隐藏的路线就越少 上一关几乎没有 只有一开场的时候 咱们向飞艇的尾部走几步 能够捡到一点东西而已 这种弹簧花 它的机制和一般的动作游戏 是不一样的 无论是之前给大家录制的 FC猿人 还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马里奥系列 如果有弹簧的话 你踩上去的时候 起码是要按跳跃键 但是本作的弹簧 跳上去之后 不要按跳跃键 你只需要控制好方向 保证你的角色 实打实地 踩中这个弹簧就可以 它就能跳下 所以我自己练习 这款游戏的时候 一度非常不适应 踩到了弹簧之后 我总是下意识地 去按跳跃键 还是玩马里奥的习惯 这地方我实际上 有点偷懒 下面走的话 能够遇到更多的敌人 更多的敌人 就代表你能够 拿到更多的分数 但是从上面走 确实安全不少 快boss战了 本关的boss就是 所谓的失落一族 也就是原来浮游大陆的原住民 他们现在的数量 已经非常非常少 boss叫做菲利卡 我有一点舍不得打呀 他的防御力一看就高啊 我一会儿 用一下我的飞行道具 因为我的飞行道具 是火焰属性 大家也知道 像拳皇95 94 还有恶狼传说 这样的格斗游戏 它是有 暴衣系统 前提是你用必杀技 来解决对手 无法防御了 看来没有那个系统 boss倒地了呀 赶紧抓紧时间啊 我的意思是 既然你是拉尔夫 那你肯定是会 骑成机炮拳的 昨天更新完之后 有小伙伴就问我 你怎么用不出来 宇宙欢迎啊 我确实用不出来呀 其实格斗的时候 我还真搓了 搓了一个下潜下潜拳 我看一下有没有超臂杀 结果没有 第八关 普罗伯城堡 也就是所谓的浮游之城 这里的吊灯判定十分特殊 咱们可以到上方去踩 但如果他掉下来的话 是有燃烧效果的 能够烧到人 这吊灯的设计就非常恶魔城啊 16条命 打这个雕像的时候 利用一下反弹 也就是蓄力攻击 连boss的攻击 咱们都能弹回去 一般的敌人的远程手段 都可以通过反弹的方式 打回去 下方应该是有一把 红剑的 赤色之剑 我就不拿了 刚才变化的分数牌 只拿到了100 这个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我要下落的过程当中 去减 而且我还有点看不到 它具体是什么分数 所以非常难掌握 最少的话 可以拿到10分 最多的话是10000 第八关整体的流程 它的难度还会有一个上升 对我来说 最难的部分 就是动作的部分 打boss的格斗部分 反而比较简单 被扎到了一下 这个地方太难了呀 可能我向左移动的时候 方向按的有一点老 盾牌丢了呀 就要赶紧补一个 没盾牌就不要浪了 刚才遇到的两个敌人 我是用远程攻击的方式干掉 如果有盾牌的话 那就冲上去 然后跳起来下压 没盾牌不敢 这个地方有一个隐藏的分支 还算是比较好发现吧 很明显 至少它不在视线范围之外 这个地方需要把脚下的砖块打碎 这里太惊险了呀 你落下来之后 它是会抓住一个藤蔓的 也可以说是钢筋 后面的操作就要靠玩家自己了 前面还有小的分支路线 就像刚才这个地方 你需要走下来 这个怪可以不打 但是道具咱们要捡 先把它压制的远一点 这样的话 后面的场景当中会出现五角星 碰到五角星的话 附近就会出现很多水果 这个地方我感觉没什么难度 但是过起来非常别扭 这里的传送带是往后的 而且咱们需要蹲一下躲一些机关 我现在是17条命 加上四颗星 我感觉剩余的流程可能没办法再收集到六颗星了 毕竟所剩的版面不多了 一段长长的走廊 关卡来到了八关三 游戏的最高难的地方要开始 敌人还有美毒沙的头 石化的光线可以反弹回去 毕竟是圣剑 这把蓝色的剑可以不减 给大家演示一下位置 往左走有东西呢 大家注意我的分数 尾数是八 什么情况下会有分数的个位数 就是你捡到一些加成道具的时候 所谓的加成 就是过关之后 你剩余的时间 换算成分数之后 再进行加成 这颗星我没拿到 因为躲流行锤 所以走得慢了 拿到了六颗星 生命数大概也就这样 前面即便有红心 也不够三个了 给了一个盾还算良心 接下来的一小段场景 特别像恶魔城 然后就要开始本作 难度最丧心病狂的版面 也就是死之13回狼 一共是13个部分组成 每个小的部分 难度都不低 这种下落的闸板 速度非常快 必须提前跳跃 他抬起来也在跳 就已经来不及了 这里需要原地跳一下 不然的话 时间是不够 咱们走过去的 这个魅魔不错 等一波节奏 围朗里是有技术的 用的是罗马士的字 这样的话 你能够看到自己还差几个部分 刚才红色的剑 我就不讲了呀 大家应该看到位置 这里的平台是移动的 3 也就是说咱们过去10个部分 胜利在望 这个地方最好就是被板 我确实也被板了 但还是被撞到了 刚才这个地方是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恶魔路线 一个是天使路线 这样的话就都过来了 开始BOSS战 BOSS只是一个小BOSS 叫做死之骑士 两个形态 中间的法杖就是他的弱点 骑士形态比较难 所以在他刚组合成骑士的时候 就要尽力的去攻击 最终BOSS战了 最终BOSS之前 还是要变身 变成原来的大人的形态 最终BOSS叫做德斯塔罗扎 就是他把魔族释放出来 目的是得到魔族的力量 这个动机有点太中二了 这是BOSS的一形态 看起来是一个法师 最好和BOSS近身缠斗 距离远的话 他就会释放风火雷 这种魔法 二形态 决战了 没想到还是一个近战法师 对面空手 我拿着圣剑 优势在我 玩了这么多年的格斗游戏 竟然能够在动作游戏里面用到 别说动作游戏了 格斗的玩法 我在战旗游戏当中都玩到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MC平台的魔道士阴谋 一共是七关 里边我最喜欢用火战士 性能非常平衡 第一关一开始 招募三个火战士 再加上王祖自主 就平推通关了 不愧是最终boss 攻击力比其他的boss高 生龙没有无敌时间 和boss相杀了一次 突进 拉开距离加一个生龙 这有一点波生流的意思 果然还是老的套路好用 游戏的最后浮游成爆炸 主人公和他的青梅竹马 被圣剑所救 这样的话通关 那好吧 这样一款PS平台的动作游戏 小拉尔夫大冒险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